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支持同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斑斑 想和你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我今天要发这条视频呢 是给我的一个粉丝的 我不知道你还看不看我的视频 在一段时间之前呢 你给我留过一个言 你跟我说你在你的生活中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你是同志 你很想找一个地方把自己隐藏起来 甚至你想要义荣 想要自杀 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我今天想发这条视频呢 来鼓励你 也想跟你聊一聊 我是有多么的支持同志 首先我想说呢 就是我第一次开始正视同志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是我看了法国的一部电影 说的是二战的时候呢 有犹太人啊等等这些故事一起搅合起来 就说有一对同志的copper 他们是怎样度过这个难关呢 里面呢就有一段话 这个男主角就说 你看我的眼睛是蓝色 你的眼睛是绿色的 但我是同志 就像我的眼睛的颜色一样 我没有选择他 很多时候呢 同志我的朋友呀 以及我看到的一些同志呢 朋友 小伙伴 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兴趣强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成为同志 这有什么不对呢 本来你可能就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有不一样的权利呀 在我看来 我觉得很多的同志呢 他们都是更加勇敢 也更加坚定的 因为很多时候 男性和女性结婚 有很多因素 经济因素 家庭因素 繁殖因素 但是同志呢 他们大多数情况下 没有这个繁殖因素 他们更没有这个家庭因素 因为大多数的 现在在国内的家庭 还是反对同志的 所以呢 他们是真的是为了真爱在一起 这个在如此纷扰的世界 还难道不难能可贵吗 我真的超级支持同志 是因为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纷扰的世界 有自己的勇气 能够去做出这样的选择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我很支持同志 同时是因为同志呢 往往他兼有两个性别中的优势 比如说作为男性的话 我有一个同志好朋友 还是个男生 我觉得他特别细腻 他能像姐妹一样跟我聊很多很细腻的感情 然后呢 我有一个女生朋友 他是同志 他能够像一个男生一样的照顾我们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同志的话 他兼有女性和男性的优点 他们在审美这方面呢 更具有天才 所以他们在艺术创造上呢 又更有天赋 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同志的一个原因 我还非常支持同志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就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存在 就应该有自由的存在 同志他们有什么错呢 在英国作家自由论这本书里呢 就有说到了自由的不同形式 可能你不接受我的宗教 可能你不接受我的信仰 可能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应该接受和宽容对方的存在 对方的存在不是一种错误 跟你不一样 不一定就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知道现在在国内 很多家庭还是不太接受这个同志的存在 特别是父母不太接受同志的存在 老一辈的人 他们还活在自己的这个 所有人都要向一个方向走的这个状态 但是我相信 现在在年轻的社会中间 在未来的社会中间 这个都不是问题 因为人的存在 在未来的存在 生存繁衍不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了 我们的要求变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同志的存在就是一种接受多元化 在精神上有更好的发展的一种 很好的表现 所以希望呢 我这个视频能够鼓励到视频前的你 我这个粉丝和我的一些同志朋友 感谢大家收看 我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 给我点个赞 我是斑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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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